今天我覺得投票是很順利 我們這次區議會選舉的人士 都不停在發出很多呼籲 還有這些信息 其實自己都已經投了票 或者都繼續在幫忙去站台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種香港的新現象 是很濃厚的 我們大家去表達 大家是真的很想支持好 香港在用一個很和平和團結的心態 去產生一些是真的為香港做好事的人 其實我的意思不是說 他選一個區議員 他要去看的範圍 要包括或者包含整個大灣區 但是因為我們將會成為大灣區一員 我們必須要明白 將來在香港作為一個城市 在大灣區裏面 其實我們應該是有什麽的身份 或者我們有什麽的優勢和特徵 如果我們自己就算是落到小於一個 我們自己的城市的一個區 我們都要追得上 因為將來我們都一定會是 不是說要比較或者比拼 但是我們都肯定我們自己的居民或者市民 都是很想去讓我們自己的居住環境 起碼都會和其他的地方都是 大家有一個起碼是持平 或者我們可能在學習中可以知道 有什麽東西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大家都知道很多區議員 其實政綱裏面都是說 比如說區內的一些機管的設施 服務大多數我談過的都有說 比如說交通運輸要改善 怎樣去令到每一個我們的居民 自己本身感受到在區內的 很多的公共服務和設施都可以提升 其實說提升都要提升到一個什麽的水平 因此我們最低行以後 我們就算不可以說到宏觀都是國際城市 這麽高的水平去看一個區 但是我們起碼要說 在大灣區裏面作爲一個大灣區的城市 我們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區呢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有更高度的一個思維 而且是想到其實我們作爲一個市區 我們都會想到更前瞻 去想更遠的香港的法治 這個就沒有這麽表達 其實它是真正正的思量過 考量過 亦都會做這麽多的研究